突然发生紧急意外 医院启动大量伤患机制 但就在现场混乱 第一时间亲友在哪 轻重伤状况到底如何 很难立即掌握 而现在有了新的转机 就新增一位伤患 那么它是紧急的状况 那我们把手机靠过去 医救护人员减伤分级 可以在手机上建立患者基本资料 同步云端 方便后续急救处置 大林慈激医院历经半年研发 21号正式发表 大量伤患动向管理平台 搭配NFC细胶手环 希望解决以往难题 传统的话我们会使用一个 就是使用商票的形式 来标示病人的伤势 但是那是职本的作业 那其实遇到病人的体意 或是遇到血液的话 就会遇到一些困扰 那我们使用细胶的手环的话 它可以及时上传云端 后续在统计 还有了解现场状况的话 会变得很有优势 轻轻烂一下提供挂号 健康管理或整洁提问等六大功能 贴心民众使用 另外还建置数位学习网站 让内部员工加入医化行列 获得三项专利肯定 让民众也大感兴趣 主要是这系统也蛮完整的 然后也蛮用心的这样 因为大龄慈基医院 参加医测会的智慧医疗的竞赛 我们有得到标章 就等一相对于是银牌奖的部分 那他今年在这样的展览 医测会的主题 主要是因为智慧医疗的部分 所以就邀请我们医院 一起来参展 台湾医疗展一连四天登场 希望利用智慧科技 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带来新闻周晨许英豪 台北报道 给银牌奖的关职 订阅 转发